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星期一毫无预警 踩上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科恩位于纽约的办公室 展开突击行动 当局把大批重要的文件资料通通打包带走 包括当事人疑似缴付13万美元 大约50万令吉封口费 给早前声称和总统有染的燕心丹尼尔和其他财务记录等等 科恩的代表律师莱恩事后表明 这次的突击行动是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发出的指示 总统特朗普更是对此火冒三丈 怒骂行动可耻失当 更将他形容为猎屋 也就是政治迫害 这次火冒吻经常回到12个月 其实更多的那些 你可说 它是后当我赢得起罪了 尽管外界对于这一次突击行动的背后缘由多番揣测 不过莱恩并没有就此多做评论 只表示科恩会全力配合有关当局的调查 MTV7综合报道 MTV7综合报道